城市作为交易的市场 储存货物的仓库 维修船只的工厂 在荷兰逐渐兴旺起来 渐渐地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人们发现 一个超越商业贸易 甚至是超越经济生活的难题 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就是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城市 应该怎样管理城市 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 一开始 荷兰城市的主人是那些贵族们 因为城市总是建立在某个贵族的领地之上 贵族们建立起小型的军队 名义上是为城市提供保护 实际上是依靠武力取得税收 这意味着,在这些城市中的贵族 这意味着,在这些城市中的贵族 企业,企业,企业 企业,企业,企业 因为他们都可以做这些计划 但是他们在这些城市中的贵族 重新贵族 企业界的发展 从此市民们自行立法 贵族不能直接向他们收税 市民自治为荷兰的城市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到公元15世纪末 将近一半的荷兰人生活在城市中 选择了什么好处的地方 这座建于15世纪的市政厅 每隔15分钟就会再现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场面 贵族将城市的管理权转交给市民 发生在荷兰历史上的一个瞬间 借助这个特殊的计时工具成为了永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荷兰人忙于经营城市的时候 整个欧洲的政治版图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 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 凭借蒙古大军西征传入的火药 摧毁了骑士们守卫的贵族城堡 建立起葡萄牙 西班牙 英国和法国 这样一些君主集权的国家 这些国家拥有着割据的贵族领地和独立的商业城邦 无法比拟的优势 他们可以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整个民族的力量 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是靠这样的优势 率先进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 开始的时候 荷兰人似乎不为这种潮流所动 他们满足于生活在彼此无力的城市中 这些城市唯一关注的事情 就是尽可能多地增加财富 但是在1543年 不管荷兰人情愿与否 都不得不去面对国家这个问题 那一年西班牙国王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 取得了荷兰的统治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 当西班牙国王宣布荷兰是西班牙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 荷兰人认同了这种说法 当西班牙国王重新划分荷兰的行政区域时 他们坦然地接受了 当西班牙国王为荷兰派来新的总督时 他们也顺从地臣服了 但是当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把手伸向他们的前代时 荷兰人奋起反抗了 菲利普尔的货带产 其实需要很多钱 因为他在一场战争与法产业 他需要的货带产 他需要货带产 他需要货带产丶持统货带产 这是什么东西 中国共同国家的国家 不断承认为 他们想要认为 能够负责任的资产 荷兰的独立战争爆发了 一开始西班牙的军队 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荷兰人 一盘散沙似的抵抗 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 就有15万荷兰人死于非命 严峻的现实 让各自为政的荷兰省份 不得不团结起来 1579年 来自荷兰北方七个省的代表 在这间大厅中签署协议 组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敌 此后战争开始向有利于 荷兰人的方向转化 一方面是由于荷兰人的联合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 菲利普二世在欧洲四面树敌 连年的争霸战争 耗尽了西班牙的国力 1581年7月26日 来自荷兰各起义城市的代表 在海牙震动宣布 废除西班牙国王对荷兰各省的统治权 把国王像一个不称职的经理人那样 打发回家之后 荷兰人突然发现 他们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应该交由谁来管理和保护呢 对于那些领导独立战争的商人们来说 他们最想得到的不是政治权利 而是商业利润 所以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 由他来照顾荷兰的安全 而自己去照顾好自己的生意 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出现了 荷兰人将自己的国家 托付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英国女王爽快地同意了做他们的君主 并派出军队保护荷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但是精明的商人们很快发现 英国女王收取的保护费 实际上比他们赶走的西班牙国王还要高 最后的国家的国家 尤其是国家的国家在Holland说 我们不认为这个不认为这个不错 也许我们应该要做你一些主义 但是主义没有太多主义力的力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That is indeed something typical in the Netherlands, a combination of a kind of republican democracy, where the actual political power is in the hands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business elite. The various provinces, states in Holland, especially those with port cities, were governed by the elites, commercial elites chosen by the cities.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states general,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se states, came from the same families. So in many ways you could say, Yes, the Dutch Republic look like commercial enterprise, like a family enterprise. They could only decide with respect to war, taxation, etc. unanimously. And if they could not be unanimous, then there was no decision. So it was very loose. Sometimes it is nowadays compared to the European Union.